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 葉細鴻 編導 李寧韓迪 自從漢武帝派遺青 霍許並 先後七次攻擊兇奴 這七次即是元光六年 元索元年 元索二年 元索五年 元索六年 元索二年 元索四年 這七次 因此修復了不少邊疆領土 例如索芳 五元 和河西走廊 同時令到兇奴主力遠離邊界 漢武帝同時有徵伐朝鮮 南越和西南爾 因此漢朝消耗非常巨大 所以在元索四年之後 暫時停止對兇奴的戰爭 著力於與西域各國修好 牽制兇奴 於是與兇奴西邊接壤的烏宣國和親 由派將軍趙破魯征服今日羅布博附近的流蘭國 保障漢朝西出玉門關的交通安全 但是兇奴對西域諸國影響力仍然強大 比起漢朝又更接近西域 所以西域諸國對漢朝沒有信心 不敢表示親漢 尤其是在天山山脈東面 位於漢朝和烏宣交通的必經之路上 即是今日新疆祈台、木裏和套路一帶的居師國 更得到兇奴的支持 干擾西域各國和漢朝聯繫 兇奴亦可以由居師向南控制燕之、危衰等國 切斷漢朝和西域的交通路線 即是今日西方人所稱的絲綢之佬 因此居師國成為漢朝和兇奴爭取西域的主要關鍵 後來到了漢宣帝神爵二年 即是公元前六十年 漢朝大將鄭吉趁著兇奴內亂 才可以征服居師國、設立西域都護府 不過在漢武帝時代 對爭取西域還未有把握 於是先後發生好幾件大事 包括太初元年疑師將軍李廣禮遠征大淵 太初四年屯田輪台、天漢二年圍攻居師 引致大將李寧投降兇奴等等 大淵國位於沖嶺 即是帕米爾高原以西 在今日蘇聯中亞地區的廢爾干一帶 首都叫貴山城 距離漢朝領土一萬二千五百多里 成產漢血天馬 大淵由於接近兇奴 距離漢朝很遠 所以一向受兇奴影響 太初元年即是公元前104年 漢武帝在皇宮之中收到一個消息 令他非常震怒 太可恨, 真是太可恨 陛下, 有甚麼事這麼可恨 你們的女流之輩 在深宮之中怎麼知道這麼多事 臣妾是不知道這麼多 但是陛下可以說出來 讓臣妾替陛下分憂 李夫人, 這件事是這樣的 西域有一個大淵國你聽過的 臣妾聽過 是出產葡萄的那個大淵國 沒錯 現在來宮各處還有很多大淵國的葡萄 這個國家怎麼會令陛下震怒呢 唉, 當年博望侯張軒出示大獄之國 路過大淵 後來與大淵王約定 每年入供兩匹天馬到長安 天馬? 是甚麼來的? 這種是大淵國二師城所出產的寶馬 聞說這種馬是天馬所生 能夠日行千里非常強壯 無色大齊 所以又叫做汗血天馬 比起烏宣國所產的馬更加優良 至於我們龍西北地所產的就差得太遠了 天下間竟然有這麼好的寶馬 陛下, 大淵國既然不願意貢獻 陛下應該歡喜才對 哼, 大淵王似著距離長安萬魚里 相隔幾十國 中間又有半年不能橫渡的沙漠 以劣馬入供 不肯將汗血馬送來 哼, 那大淵王就真是可恨了 還有更加可恨的 朕去連派侍臣車令等 攜帶黃金千斤 還有其他寶物都大淵國要求買馬 誰知道近日消息傳來 大淵貴人不但不肯買馬 還用東倫的玉城王趁車令他們回長安途中 劫奪財物, 將漢氏殺死 哼, 李夫人, 你說了 朕有何顏面 大漢勝衛還怎麼可以在西域立足 陛下, 你打算怎麼處置這件事呢 朕要派兵禁罰大淵 要不是, 怎麼可以消除怨恨 何況大淵人素來狡猾 漢氏臣怒經大淵 必然諸多流難, 敲詐財物 兇奴侍臣去到 只需要出示蟬餘信物 就招待飲食 朕已經強忍多年 只不過因為路途艱險 這次真是忍無可忍 陛下只要令大淵屈服 西域各國自然歸附朝廷 嗯, 沒錯 朕聽聞間諜遙定漢品告 只需漢兵三千人就可以攻破大淵 所以朕打算發屬國兵六千 向長安和各郡國精武無業少年幾萬人 遠征大淵 那... 陛下決定了主將沒有 還沒決定 不過... 陛下 神妾有個兄長李廣利 嗯... 神妾素來體虐多病 恐怕侍奉陛下時日無多了 希望陛下能夠提拔神妾兄弟 令神妾家有豐厚的日子 征罰大淵, 路途奸險 請陛下承傳神妾外家 令王子劉伯的舅父能夠立功豐厚 好了, 好了, 好了 朕就拜李廣利為義師將軍 由他領兵進攻大淵國義師城 謝陛下 報告李將軍 前面二三百里就是玉成國 唉... 行軍差不多一年 才到了玉成國 離大淵更遠 經過幾個沙漠 事出死亡生病 差不多有一半 沿途龍水不足 真是盡退兩難 各位仗士 是 前面是玉成國 國主大冤勾結 殺我屍臣 我軍是先攻玉成 是 報告李將軍 報告李將軍 玉成國閉城死守 我軍傷亡慘重 如今只剩下十分之一義 甚麼? 玉成國也攻不破 還怎麼攻大淵國呢? 人家全令馬上退兵 甚麼? 義師將軍李廣尼 未到大淵國已經大敗 全軍只剩十分之一 已 啟稟 閉下 義師將軍 現向玉門關退兵 求陛下指示 退兵? 你夫人 你可惜病死了 見不到你慶長的狼狽情形 引來 在 全子到玉門關 下令守關將士 李廣尼敗軍 有敢退入玉門關者斬 敗軍只准屯駐敦王 遵旨 還有 在 全趙成相 在征六萬時俊 到敦王準備 再次征罰大淵 李廣尼不破大淵 不准反國 全趙守備走全章逆邊賽的奇多衛李寧 與李廣尼會師 遵旨 疑師將軍李廣尼第一次征罰大淵國失敗 西域各國紛紛表示疏遠漢潮 於是 漢武帝準備再派李廣尼遠征大淵 而且加強兵力 騎兵 即是一般所謂的騎兵 增加至六萬人 又帶上五十幾個教位級的將軍 還帶備牛、馬、駱駝和各種物資 根據史書記載 這次遠征令到當時天下騷動 好了 這支強大的特遣遠征軍 終於在太初四年攻破大淵國都 立大淵國貴人 沒賽做大淵王 又得到著名的大淵汗血馬馬種 勝利歸國 西域各國因此紛紛派遣貴族子弟 跟隨入貢長安 有部分還居留長安學習中國文化 漢武帝接到李廣尼勝利的消息 派遣駐守河西走廊居然邊賽的首將 喜都為李寧去玉門關外迎接李廣尼 居然是今日內蒙古西部和甘肅河西走廊的軍事要衷 是防衛兇奴入侵河西的前線 李寧是民警時代以防守著名的非將軍李廣的孫 義師將軍李廣尼遠征大冤成功 受封為海西厚 李廣尼的暴將 例如趙帝 上官傑等等 也因為這次立功而受到重勇 到第二年 即是天看元年 漢武帝派中郎將蘇武出示兇奴 希望與兇奴講和 但兇奴拘禁了蘇武 關於蘇武的事跡 我們以後會詳細說 好了 再一年之後 漢武帝召集將領大臣商量 準備大舉攻佛兇奴 啟稟閉下 微臣奉照 偵襲兵馬 出征匈奴右部 已經辦妥 隨時可以誓師出發 義師將軍前年攻破大冤國 西域諸國紛紛歸赴 但是兇奴仍然控制居師 威脅西域 何況去年兇奴又拘禁漢師臣蘇武 朕不得不出師征伐 此迫下明察 是的 義師將軍 你將進兵計策 再向列位大臣帳位講明 遵旨 各位 本將軍打算領三萬器兵 由酒泉出發 擊兇奴右賢王於天山 令派遣兇奴行將開令後 率領流蘭兵攻居師國 以分散右賢王兵力 其都為李寧負責之眾 啟稟閉下 微臣李寧有意見 李紹興請講 閉下 微臣鎮守居然鞭賽幾年 熟悉兇奴情況 屬下戰士 都是京楚勇士 奇才劍客 有玉博老虎之力 希望自成一隊 攻擊兇奴 深入蘭桿山 分散殘餘兵力 不願意 只是負責知眾運輸 你都為想深入兇奴 分散殘餘兵力 求陛下准許 嗯 李紹興 你是不是不希望做本將軍屬下 義師將軍 我的屬下九經訓練 應該出擊了 嗯 兩位無謂爭執 李都為 你屬下只得五千步兵 朕這次發兵太多 恐怕不能夠加派棄兵給你指揮 陛下 無須加派棄兵 微臣願意以小擊中 五千人可以直到蟬域亭 李紹興 你不要反悔 絕不反悔 微臣願意以母親妻子作為擔保 好 李紹興就致領五千人攻蟬域亭 請李紹興在九月由居然出發 至東進溪山以南 龍勒水之上牽制蟬域 報告李都為 兇奴騎兵數萬 逐漸逼近盡溪山 我軍可能被圍 好 全令事出小心 兇奴有數萬騎兵 可能時餘就在附近 他恐怕有埋伏 未必敢立刻逼近 我軍只要退守一處沼澤 就可以暫保安全 你明白 報告李都為 兇奴日夜挑戰 我軍每天發戰抵擋 如今一百五十萬支箭 已經用盡 想不到我李靈被困大幕之中幾十人 一百五十萬支箭都用完 仍然被有門兵解圍 如今天氣嚴寒 怎麼守呢 各位 兇奴蟬蟬餘 八萬人圍困我軍 門兵不會到的了 戰已經用盡 我們已經不可以再守的了 請兇奴為作主 大家及早分散 各自帶刀劍 沒有刀劍的 就拆開車輪 用車輪、車伏 作隨身武器 每天領兩星迷 作一片兵 各自作廟收散 分散入山谷 想辦法向南逃走 大家明白了 那你也明白了 你也明白了 大丈夫一個人抵擋蟬餘 兵敗 最多一死 各位 那何必呢 從前出野後投降兇奴 後來反汗 天子也赦免他 各位 我自有主意 你們走吧 回去報告天子 我等到天光 就成為俘虜了 你們快走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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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不以為李寧會戰死 他在暴下 只有四百人回來 原來他竟然投降兇奴 請陛下降聚李寧家屬 沒錯 李寧當日跨口 以母親妻子作為擔保 如今他不但戰敗 還投降敵國 家屬應該復諸 陛下 微臣太使令司馬遷想說一句說話 司馬太使 你想說甚麼 陛下 微臣聽聞李寧為人 是親自孝 以忠誠待人 事上奮不顧身 以殉國家之急 平日所作所為 有國時之風 那司馬太使 你是否想跟李寧講情 微臣不敢 微臣跟李寧素不相識 如今只不過是說公道說話 陛下 據生雲事卒說 李寧只有步兵不足五千 深入險境 獨力抵擋數萬敵軍 唉 殺傷數千葫蘆 轉戰千里 戰此用盡 視出齊手空拳 無百人和敵人交戰 由此 證明李寧得步下奮力死戰 雖古代名將 亦不愛如是 但是李寧應該戰死沙場 投降敵國就死有如故 李寧 李寧韓帝 是逼不得已的 他希望保存生命 他日再有報國機會 這些只不過是司馬太使猜測 陛下 李寧雖然韓帝 但是已經摧毀不少匈奴兵馬 他遇到不幸 只被一些只知全聖明保妻子的人攻擊 李寧情有可原 陛下理應視察事情真相 然後判斷 陛下 照司馬太使這樣說 即是暗示微臣 只知全聖明保妻子 不肯奮力攻擊 不敢與蟬餘對抗 比不上李寧英勇了 司馬千 李寧韓敵 已經罪大惡極 你替他諸多遊說 又牽引二師將軍 究竟有何居心 是否與李寧勾結 陛下 微臣只講公道說話 嘻! 引來! 將司馬千捉住 交亭慧審問 停 司馬千為李寧廣情 得罪漢武帝和武帝的大舅 疑師將軍李廣禮 結果司馬千被漢武帝判死罪 後來改判公刑 公刑又叫附刑 即是閹割的刑罰 本來根據當時的法例 司馬千可以用錢屬身 但是他又沒有錢 而其他大臣和親朋戚友 見他為李寧廣情搞到這樣的田地 大家都不敢幫他 怕惹禍上身 結果司馬千真的要接受公刑 他保存性命 目的是為了完成他父親司馬譚臨終祝父的事 就是編寫一部通上下古今的通史 司馬千後來完成了這部中國最重要的歷史典籍 130篇的《史記》 成為中國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 在李寧投降兇奴之後十一年 即是徵禍三年 李廣麗出徵兇奴 這次他打了敗仗 結果李廣麗也投降兇奴 後來被兇奴人殺死 至於李寧 以後在講到蘇武出示兇奴的事跡的時候 再會提及的 中華五千年 由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葉世雄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中華五千年 李廣麗出徵